大家好啊 关于这个著名的已故作家梅娘的关于文革的口述历史啊 这个给大家读过两段了啊 接着再读第三段今天 跟大家说一下 他之前他是描述的是有一辆卡车的军车的军人到他家来了 穿的似乎是海军的军装 但是把领章冒灰摘下来了 让他有些狐疑啊 我们接着读 是一次不好以军人面貌出现的非正规行动吧 大革命已经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 莫不是军中的一派 为了整另一派 想在我这个已经查的五脏六腑 昭然的右派身上 再探出点 可自利用的石货吗 实际的石 货物的货啊 石货 我搜索枯长 搜长 搜长刮肚啊 怎么也想不出 是哪位新知旧有 与海军有了纠结 四个人中的第三位啊 进他们家屋的啊 四个人 然后来了好多人 院里 另外有的人还上房了 其实他就有一个老婆子啊 一个中年妇女 来了二三十个军人吓唬他 显然是位首长啊 紧随在他身后那位 最后一个啊 也就是拍马屁的啊 叫什么 北京话叫棒虎吃神的 棒着老虎吃神的 意思就是胡家虎威的啊 也许不是有意 无声的按了按腰迹 腰迹啊 腰间 腰迹稍有凹出 嘿 还带着家伙呢 还带着手枪呢啊 不管是五四啊 伯克枪啊 伯朗宁啊 王伯禄子呀 带着枪呢啊 出于习惯上的礼貌 我站了起来 手掌向我挥了挥手 示意我坐下 他落座 在我对面的木椅上 你看那会儿啊 你出身不好 人家到你家了 你还得哈着人家 反客为主 你看那个手掌 嗯 坐下吧 那意思 我坐好 穿针引线 眼睛落到了图纸上 他还要干针线活 得给人家这个手工组浇活 挣那么点微薄的收入啊 咒语 咒语啊 狂风咒语 咒语欲来 狂飙突扬 狂飙就是风啊 狂风 狂飙突扬 前的一刹那的宁静 刹那啊 这佛教用语啊 印度来的 做的是手工活吗 手掌发问了 嗯 嗯 嗯呐 东北话 嗯呐 河北话 嗯呐地 嗯 嗯呐 还能维持吧 首先表示体恤下情 连烧饭的煤球都买不起 我把冒到嘴边上的这句话 咽了下去 这种手工活是很辛苦的 你这样的大知识分子 做这个 点点点啊 手掌很可能意识到 这种言不由衷的话 对我这样的 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来说 就整了好多回了 一有运动就爱整 所以他也都有点 九病成一了啊 不会有好效果 话没说完 他收回了 沉默 依然是手掌开口了 他十分平稳 十分严肃 一句一句 掂量好分量 才说了出来 每个人在那个年代 都要谨言慎行 他今天整人 一句话 让别人抓着把柄 可能他也粉身碎骨了 他也沦为阶下囚 所以他也要掂量好分量啊 今天 你必须合作 讲真格的 套话来了 什么叫合作呢 什么是真格的 从1952年 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起 我就披肝力胆 把如何为实现强国富民的民族理想 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男女平等的人间事 就是人世间啊 舍弃优渥生活 舍弃优渥生活啊 咱们知道梅姨娘的父亲是大资本家 大实业家 孙志远啊 舍弃优渥生活 投入理想的种种努力 点点滴滴 如实奉告组织 这些知识分子 对中国共产党 有着很真挚的情感 甚至背叛了自己家庭所属的 那个所谓的阶级 因为共产党的革命理论 很大一部分就叫阶级论啊 一次接一次的运动 审查 使我明白了 我是命定的反革命 你看这句话说的 命里边定的 摊里带来的 娘胎里你就是反革命 这多么残酷 其实很多知识分子 投奔延安 是吧 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军 是吧 现实嘲笑着我的理想 时间 揶揄着我的良知 什么是真格的 斗争中 运动中 只有斗争 争斗 我抬头瞧了首长一眼 瞧了瞧在他身后一字排开的三位护法金刚 依然 踮起了彩线 穿针 该干活干活 是吧 我的平静 是首长露出了一丝不耐 不耐烦了啊 半想 他说 不要故作震惊了 共产党 共产党从来不打 无把握之仗 既然来找你 肯定有问题 你必须给我放明白 我很明白 只能无言 这是又一场 无从躲避的灾难 抬头 目光所及之处的横幅 正在凝望着我 挂在他们家的 有一个横幅啊 威武不屈 富贵不银 贫贱不移 这是父亲 给我的人事真言 上书十二字真言的 那方已经泛黄的细绢 写在绢上啊 一直 无论顺境与逆境 伴随着我 今天 又是一个遭受磨难的时空 父亲 我怎么办 他父亲应该已经不在了啊 他是内心 在向他父亲求援求助啊 无言的对峙 手掌急于打破僵局 他侧头向窗外一瞥 步履 整然的踏砖声 应声而起 院中的大队军人 向我的住房包抄过来 屋顶上 响起了撬瓦的闷响 把瓦撬起来 镇的纸壶的顶棚 瑟瑟清颤 一只受了惊的小蜘蛛 飘然而落 这是要拆人家房啊 还是要干嘛呀 不让人家活了吗 我明白 这是要把我的特贤 升格 特务嫌疑啊 升格 定为特工的 特别行动 又一次精神酷刑 我心灰气醋 呼吸短醋了啊 紧张了 口干舌燥 一切语言 都从思维中顿走 不会说什么了 又恐惧 又气愤 又慌张啊 血液 淤积心头 胸腔胀胀的 吐不过气来 本身很愤怒 但是又不敢反抗 因为力量对比 实在是不成对比 说白了 人家捏死你 就跟捏死一根臭虫 捏死一只臭虫 是吧 就那么容易 你对人家来说 你敢反抗 你就是以卵即食 可是 我没有毫哭的权利 没有 说一句悖逆的话 将会招致 更加难堪的窘境 幸亏今天面对的 不是激情满怀的 红卫兵小将 让那帮小杂 那帮生瓜蛋的 十几岁的孩子 更没谱 而是恪守文功武卫的军人 如果他们奉行 起手的指示 指的是江青啊 文功之后 既之以武卫呢 我真真的 真真的是不知所措了 首长开口了 开门见山 指导核心 说说你和王卓的关系 谁是王卓 王卓是谁 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 他这个说的不对吧 我看看他是哪年的事啊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五九年六九年啊 六九年之后 就可以说是二十多年了啊 反正是文革期间的事啊 无论是工作中 私交里 我都没有和姓王明卓的人 打过交道 就是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 也未尝有人提起过王卓 我不知道什么王卓 早就料到你不会说实话 看看 竟连王卓是谁也说不知道 推得好干净 俗话说一推六二五 我不分辨 也无法分辨 谁知道 怎么又从明明九天 掉下了个王卓呢 用革命的话来说 他可是隐藏的够深的 提醒你一点 他是你老师的外甥 大汉奸 为满洲国内务大臣 藏十一的天津 不是你的老师吗 藏瑞兰 是我吉林女中的老师 你高中毕业以后 去日本留学之前 也就是1937年 好几次去藏公馆串门 你去干什么去了 我去看望老师啊 你没在藏家看见过王卓吗 藏十一家啊 我不知道王卓是谁 藏老师也没跟我说过他外甥的事 你以为你能推得干净吗 你好好想想 连你几次伤藏家串门 这样的平常事 政府都了如指掌 更别说重要的事了 隐瞒 是瞒不了的 既然串门是平常的事 那你干嘛说人家隐瞒呢 平常事有必要隐瞒吗 其实他们也是自欺欺人 不能自言其说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没隐瞒 你明白就好 痛痛夸夸的把你和王卓的关系亮出来吧 我确实不知道王卓是谁 你是个明白人 不要顽固到底 自觉于人民 我们执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 为的是逞前毕后治病救人 这都是毛泽东的话啊 就你现在这种一问三不知的态度 足够给你定性判刑 以往 指定你右派送去教养 是处分的太轻了 你不要不知好歹 这样前毕rou 旗 侏